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为了要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台北市政府规划了升旗典礼 国歌领唱及表演活动 同时也邀请市民朋友上路慢跑 展现台北市年轻活泼的形象 同时也揭晓今年国庆主题标语是 国庆早安 城市起跑 福人大学竞技啦啦队 展现活力满电的舞蹈表演 为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活动 解开序幕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民政局长陈永德 资讯局副局长陈敏慧 共同揭晓今年国庆主标语 国庆早安 城市起跑 为活动暖身 邀请市民朋友当天上街慢跑 我能问一下福人大学的这个同学 你们第一次在那么小的场地 表演竞技啦啦对吧 对不对 我看你都已经顶到上面了 非常敬业 非常非常敬业 虽然我们空间小看的还是非常敬业的做好相关的表演 只要谢谢你们让我一下子就感受到国庆要到来的这样一个热闹的气氛喔 那只要国庆日呢 当然我们在台北市都会有升旗来庆祝我们的国庆的部分 那当然今年112年 我们能回复到希望用最健康最有活力的方法来庆祝我们的国庆 那其大家的奖市长都希望呢 在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活力的城市 一个健康的城市 所以国庆日就希望成年出来 就是一个大家一早起来就生气蓬勃 所以我们今年呢就要来一个城市祈祷 所以在10月10号当天 我们欢迎所有台北市民来升旗 也展现你最热情的一部分 所以当天我知道希望呢我们来的要有国旗元素 就三色能够发挥你的创意 来做相关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装扮 那但是呢我们要得到这个很难得的毛巾 像我自己本身喔 也满喜欢加工各种活动去收集各种的运动毛巾 因为那都是发挥创意啦 还有一个活动一个很好的纪念 所以如果说今天想要来得到这样一个运动毛巾 就麻烦今天就要两点开始 就可以到我们台北通我们的app 或者说我们到网站会公布一个网站 我们就可以来做报名 然后呢最后再来做一个相关的抽签 那可以登记到10月3号的中午 所以今天这个记者会 最重要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市民好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机会 第一个是能够有一个很棒的运动毛巾 而且要跟大家说 就是made in 台湾 我们自己台湾国产的最棒的毛巾 再来呢在蒋市长的带领之下 大家一起跑市政府三圈 大家要开始练习了 开始练习 好三圈 那展现我们的活力 也欢迎到各位同学和大家 大家一起来做相关的报名 那就在这边再次的呼 就是跟我们所有台北市民 千万不要忘记了 今天下午两点开始 到10月3号的中午 都欢迎一起来登记 那到时候来10月10号 让我们一起用国旗元素的装扮 要来加升旗 一起展现我们城市的活力 两点钟开始 一直到我们10月3号的中午12点钟 大家现在就可以待会下午两点钟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上手机来报名 以及我们还有专属的一个活动网站 也可以上网站上面报名来登记抽签 那如果你在10月5号 耶 发现自己是抽中的名额的话呢 在10月10号当天6点半到7点半的时间 直接用扫描的方式 或者是用身份证的方式来进行报道 所以整个过程非常简便 那当天呢我们的市长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跑步 就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 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台北市 以及那大家在完成之后呢 然后有这个非常精致又漂亮 有纪念价值的毛巾 送给大家非常实用 今年的国庆 北市府除了规划升旗典礼 国歌领唱与表演活动外 特别邀请市民响应全民运动 在晨曦中展开活力的一天 同时结合东区混市集等文创小物 美食供民众游逛 热闹氛围为国庆日增添欢乐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内湖区深夜 惊传持刀抢案 竹联邦王姓男子疑似因为借贷纠纷 替朋友出头相约被害人谈判破裂 竟率人抢走被害人身上的现金 11万元及金项链 内湖分局获报后 根据监视器的画面 陆续查获王姓主贤等人到案 其中还有三人是未成年 深夜里嫌犯持刀抢夺被害人财务后 随即开车逃逸 这起案件发生在台北市内湖康陵路山段向内 嫌犯疑似以借贷为由约出被害人 在率众强压上车抢走被害人身上 现金11万元及金项链后逃逸 警方说明案件经过 9月22日晚间11时左右 东湖派出所辖内康陵路山段245项内 发生一起因借贷纠纷而引起的强盗案件 诚信被害人现金及金氏招抢 无人伤亡经远警调阅相关监视画面后 巡线查期六人盗案 同时起货毒品及刀蟹等证物 全案序医 抢盗等罪嫌移送地监署侦办 内务分局方面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调阅 相关监视画面进行搜捕 陆续逮捕有竹联邦背景的王姓及吴姓嫌犯 与车主黄姓男子等六人盗案 并在车上起出犯案刀蟹与毒品等证物 其中有三人还是未成年 警方已经依强盗等罪嫌移送地监署及少年法庭侦办 主线王姓男子因为涉嫌重大 被检方申请羁押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民众准备中秋烤肉采买蔬果食材可得注意了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生鲜蔬果检验残留农药 发现有50件蔬果产品中有11件不符合规定 知名连锁超市和饮料店都上榜了 婆婆妈妈上市场挑选生鲜蔬果 但小心吃下肚的不只是营养还有农药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8月份生鲜蔬果农药残留抽验结果 总共抽验50件蔬果产品 11件产品不符规定 其中豌豆两件各验出2到6项残留农药 芹菜百香果辣椒青葱红凤菜白萝卜柠檬芥花菜 丝瓜各一件分别检出1到2项残留农药不符规定 这次总共抽验50件产品有11件是不符合 不合格率达22% 不合格率之所以会高 其实可以看到后面我们在分析 我们不合格的一个蔬果品项的时候 会发现我们这次大概有豌豆有两件 它大概解研出2到6件的一个残留农药 那其余是芹菜白香果辣椒青葱 葱红菜白萝卜柠檬芥花丝瓜等等 分别有一件检出农药残留1到2项的一个不合格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这么多酒用油酒类的一个产品名下 那只有芹菜、柠檬芥柠檬芥花跟我们的丝瓜 不是高风险的产品以外 其他全部都是高风险 所以可以提到说这样农药残留检面不合格 是依照我们産法第15条第1项第5款 残留农药跟公用药不符合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条纹 以法科主席来自6万到2亿的爬坏 那大家刚刚也是强调为什么不合格比率高 是因为针对季节性的高风险 苏果是卫生局这边抽烟的重点 所以我们会依据我们卫福部食药署跟农委会 共同去统计出来 在这一个时间里面最容易产生农药产品不合格的高风险的 一个农草品进行利益取样的一个抽烟 这样才能有效把市面上高风险 比较容易不合格的产品的一个蔬果把它挑出来 然后去辅导农民做源头管理 避免它持续生产不合格的蔬菜去流入市面 其中连锁超市进口的中国白萝卜 被验出含有沙虫剂赛素胺超标 还有知名饮料店使用的柠檬 则是检出有沙虫剂陶思松超标 虽然我们是在餐饮店能够抽到的 但是我们会回馈到就是说在县市卫生局 来查核农民的用药的一个状况在做采访 那通路这部分我们就不会特别去采访 我们其实在抽烟之后 大概14个工作天检验报告就会出来了 那第一时间其实我们就会通知他下架 那同时的话就是请他确认 就是他的确资料是否输制 我们就会再往别人去追溯 卫生局表示在市面上抽烟产品属终端管理 唯有落实源头田间监测及产地加强辅导农民 于栽种时正确试用农药 才能有效减少蔬果残留农药的问题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道 为让更多适婚的单身民众密得良缘 松山区公所与下海城隍庙举办 松山之恋幸福放送单身联谊活动 透过月老星园及天补财运的仪式 结合破冰趣味桌游享用下午茶及首座情缘等活动 希望让忙碌的上班族们有机会找到一段好姻缘 破冰游戏壁咚让人脸红心跳 还有队影浇杯酒周围瞬间冒出粉红泡泡 也成功拉近彼此距离 松山之恋幸福放送单身联谊活动 在主办单位精心安排下 参加者还可以获得松山峡海城隍庙的月老加持 以及五路财神的庇佑 让爱情面包两间距 感情长长久久 而松山区公所代理区长施淑黎 及松山峡海城隍庙主委沈锡奇 更亲自前来祝福参加者密得良缘 曾任松山区长的台北市劳动局副局长游竹萍 也特地回娘家共享盛举 那我不晓得大家对于活动的 这个活动的想法是什么 我这边是想要分享一点点 我个人的一个小想法 虽然说我们有人口政策 这样子的一个背后的意义 但是我个人认为 活动你们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用很轻松的心情 用很轻松的心情来参加这个活动 来享受这个活动 那我们的规划团队也很棒 今天规划了很有特色的一些活动 我不能破梗 所以等一下大家一起好好的来体验 就用很轻松的心情来享受 今天下午的活动 松山峡海城隍庙还为每位参加者 准备一组由道长加持过的 精美伴手礼 同时为了鼓励单身男女 密得良缘 只要一年内登记结婚者 将提供五组成家礼金一万元 祝福他们开创美满的未来 今天也要感谢气功手 现在是劳动级的剧场了 还有我们鼓蜜 在这边祝福各位 这些静男美女 圆满善言 良言找信 活动共有40位单身民众参加 在轻松浪漫的氛围及松山峡海域老家持下 成功牵线12对才子家人 配对成功率达60% 屈公所希望借由举办单身联姻活动 让参加者多认识朋友 促成更多美满家庭 传承幸福的下一代 记者李锡慧台北报道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 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 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中秋节快到了 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 台北商圈嘉年华活动 结合全市27处商圈 75摊特色店家 推出了16款期间限定的 中秋主题新品 还有风辣制作及12种手作DIY 大口咬下 甜蜜的滋味让人感到幸福 这款猫空与迪化两大商圈 联合推出的铁观音贡糖鸡蛋糕 让台北市政府裁判局长 陈俊安大赞好吃 我们本来铁观音的内馅 是在我们鸡蛋糕里面 但是我们今年不一样 就是我把它的贡糖 包在我们鸡蛋糕里面 然后把铁观音的内馅 把它挤在外面 变成sauce的概念 然后再撒上一些 那个贡糖的碎碎 所以这样子就非常的有味道 对然后再搭上我们的 铁观音奶茶 茶豆奶跟清茶 对这样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组合 还有四邻商圈的飞机饼干蜡烛 主打童年情怀也很吸睛 因为我们其实这一次的主要主题 就是时光的旅行 那所以说就是想说 有一些复古的元素 那就是觉得小时候的这个小飞机 其实真的童年的回忆 对所以说就这一次把这一个活动 这个小飞机把它放在里面 这样子 第八届台北商圈嘉年华台北生活季 将从9月29号到10月1号 在花博公园热闹登场 由27处商圈75摊特色店家 带大家一起感受 属于台北的经典与潮流 商圈嘉年华从105年举办到现在 我们每一年都有不同的突破跟创新 那其实这几年下 我们发现过去商圈 往往都是单打独斗 那现在既然我们有了 商圈的嘉年华活动 我们就希望有更多的商圈 彼此之间能够有一些意义的结合 去提高商品的特色 去创造不一样的讨论度 所以今年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发想 比如说刚刚大家在会场上看到的 把传统的贡糖跟鸡蛋糕 还有我们猫空的茶来做结合 变成一个很特别 带着茶香贡糖香的一个鸡蛋糕 就透过这样不同的意义的结合 去赋予传统的商圈的特色的产品 有更不一样的新的氛围 那去增加大家的讨论度 也增加市民的新鲜感 延续去年广受好评的做法 商圈业者开发出13款中秋主题新品 及3款一夜合作商品 邀请民众纠团来尝鲜 除了把商圈特色各自来呈现之外 我们还特别的辅导 让商圈透过他们的一些 呈现出来的商品的特色 我们协助他把它做一个整线 那特别我们还帮他协助开发一些 商圈的一些新品 那这里会把本来商圈的特色产品 更加的一个凸显出来 那也有跨商圈的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的新品 跟相关的一个整合的一个跨域的一个合作 那总共呢 以新品来讲 跟我们的各个商圈的合作 有达到13项的比较之多 那更有一些相关商圈的一个特色的呈现 这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现场来欣赏 9月30号 还有一日限定的时光星空野餐趴活动 现场可欣赏三米高 巨型月亮造型气球 及精彩的音乐表演 让参加民众在月光映照下 感受融融的佳节气氛 今年的商圈嘉年华 也特别推出了一个 时光的一个星光的野餐趴 所以也欢迎民众 可以先到我们台北市的一个 商业处的粉丝页里面 可以看到报名的一个资讯 那当天晚上 就是我们中间晚上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可以在现场 可以报名成功之后 也可以购买到我们 所有的商圈的一个新品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 享受到 只要一个野餐趴里面 就可以有活动 然后也可以享受到我们的新品 甚至还有一些 音乐的表演舞台 在当天的下午呢 就有一个野餐的一个氛围 那可以欣赏到 除了星空的月亮之外 我们现场还有一个 三米高的一个月亮 可以带大家一起来 共同欢度 活动旗舰 还有风辣制作等 12种手作DIY 民众只要在活动现场 达成指定任务 还有总奖值 超过300万的现金抵用券 iPhone14 及PS5游戏机等大奖等您抽 邀请民众中秋年假 到原山花博公园 体验台北商圈的无穷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酒精会影响驾驶人用车 而药物也可能会影响驾驶人的行车精神 趋势民意调查发现有多达三成五的驾驶 几乎每周都会服用至少一种可能造成危险的驾驶药物 药物驾驶造成的交通危害案例 可能比你我想象中还要多 趋势民意调查发现 有多达三成五的驾驶 几乎每周都有服用至少一种可能造成危险驾驶的药物 但药价的观念却并未在民众心中普及 台北市联合医院针对交通安全药物分四等级宣导 近期也与台北市药师工会合作 将重要概念带入社区药局 希望能够提醒更多驾驶人 药物与道路安全的重要性 保障市民安全 不是只有酒会影响到 还包括很多的比如说安眠药 刚才黄理事长也提到 很多的相关的 比如说相关的药物 不是只有会影响到中生性的判断 还包括可能视觉感受等等都会下降 这些用药的安全 相关的人如果因为有这样的药物的作用 开车上路就相当的危险 不过在去年 去年台北市医生局开始办 这个所谓交通安全用药的一个宣导计划 那我们当然透过我们强力的资源 就是我们的台北市联合医院 夏总院长这边带领的团队 来执行这样的计划 当然不是只有我们联合医院跟卫生局就可以的 还是要透过台北市药师工会的各位伙伴 各位药师的社区药局的协助 那才有办法来执行这个计划 那我们培训了非常多的这个所谓安全 用药安全的一个宣导的一个讲师 那透过这样的教育的活动 我们希望广泛的宣导给我们的士领朋友知道 不是只有酒才会影响到判断力 才会造成酒驾 相关药物的使用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用了药之后 可能会影响到相当相当多的层面 会让人的判断力下降 会让人的感受会变差 那这样子可能会造成 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的后果 如果我们好好的做好这一件工作 当时我记得 我走神经外科医师的时候 当时大家想说 全国神经外科医师没有多少人 那时候我考上专科医师的时候 嘉义临综合光安家会就五千万台币 先去你去跟他签约 你愿意下嘉义去服务 那到了这个酒厕做得很好的时候 神经外科医师几乎快失业 真的是快失业 那我觉得如果能够让这个 交通的用药安全做得好 我觉得神经外科 还是有很多应力可以做 那也非常的感谢卫生局全力的支持 让我们能够实施这个工卫计划 那让今天这个议题 能够一直往前迈见 台湾服用药物造成死亡 是我们台湾在交通意外 死亡占第八名 每年应该有三千多位 但要使用药物又开车 造成死亡应该占了10%左右 所以每年在使用药物开车 应该死亡的部分有300多人 过去政府对 因为服用酒精类有大量的宣导 一般的民众都知道酒后不开车 但服用药物开车 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宣导 我认为做的还不过彻底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卫生局 还有联谊中心 还有台北市都是工会 针对民众使用药物 不开车可以召派记者会 我们把药品分成零到三级 所以有安全的也有危险的 包括刚才提过的一些精神科的用药 或是一些镇静安眠的用药 甚至有些眼科用药 各位如果有点过散瞳剂也会知道 点了散瞳剂大概这一天 绝对不能开车 整个是一片模糊 所以很多药物都会影响我们的生理 当然也可能影响到你的开车 影响到自己的安全 影响到行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重视 在药物治疗下 药物治疗下 怎么样是能够安全的驾驶 怎么安全的驾驶 那也希望说让我们的药师 能够成为健康的守护者 那分级的定好了以后 我们培养了一些种子的老师 他们到各个场地去演讲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这个药价的概念 能够设置到民众的心里去 所以当然靠任何医院 应该不够 我们也谢谢卫生局 他全力的support 这样子的这个计划 那我们未来 我们希望能跟药物师工卫合作 我们能够培养更多的种子训练的老师 那他们可以到深入到一般的民众去喂饺 包括其实65岁以上 我们现在台湾在开车的民众 其实是年纪还蛮大的 有一些人可能他也有慢性病 所以他们可能不懂了这个药品 他分级这些概念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概念能够生死母亲 然后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 也是希望是说 跟药师工卫合作以后 我们能够让这个药师 成为我们是全国民众健康的守护者 近年也发生过 因为驾驶服用具有安眠的药物又上路 造成无辜民众损病的事件 面对长期驾驶交通工具的民众 在领药时 药师若能进行详细专业的卫教 期许能避免药物带来的隐性伤害 并扩大全国民众相关危机意识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松山区蓬城里 举办中秋节联欢晚会 结合文化就在巷子里 台北打击乐团带来精彩的演出 还有丰盛的美食和摩采品 并颁发奖学金 鼓励里内的优秀学子 蓬城公园挤满了人潮 李明也提前度过愉快的中秋佳节 振奋人心的鼓声 炒热现场气氛 松山区蓬城里中秋晚会 结合文化就在巷子里 由台北打击乐团带来精彩演出 里长准备了丰盛的摩采品和美食 以及各式各样的摊位与渐渐活动 吸引大批里民西家带卷前来参加 让蓬城公园是热浪非凡 我们里长办了这个活动真的很热闹 我们有油饭有炒米粉 然后有素的米粉 然后也有共丸汤 什么东西都很好吃 然后等一下我们八点会有摩采 然后我们今天又有文化在巷子 就是有表演 等一下有音乐可以响宴 可以听 一面听 然后一面吃东西这样子 我们里长办这个活动 都比其他的里多还要好 他每年都在办 只是说最近这个疫情的关系 三四年没有办了 所以今天的里民特别的踊跃 谢谢我们中家常德的采访 感谢 今天因为是中秋节的前夕 那因为三四年来 大家都备受疫情的影响 然后呢都是觉得都是很低埋的情况下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呢 就请每年都有在做的庆生会 长者的庆生会 还有一些准备更多的吃的喝的 让大家呢来出来充满这个佳节的气氛 一起来提起兴趣 而且呢今天又有申请在文化就在巷子里 那觉得都不错啦 因为大家看现场来看是很踊跃 当然呢能提起很多的兴致 我就很用心的就是说 要把这个节目给 这个节日给撑起来 晚会中还特别颁发奖学金 表扬里内优秀学子 并且准备生日蛋糕 给里内的寿星长者 而位在里内的西松高中 新上任的校长陈亚萍也前来参加 现场的盛况也让校长感受到里长举办活动的用心 我是今年8月1号 然后出任新任到西松高中的校长 我毕姓陈 我叫陈亚萍 那也很开心 有机会到民生社区 跟各位好朋友 还有前辈呢 一起为这个地方的教育做一些努力 那我过去20年的时间是在师大服装服务 那今年第一次来到西松高中 觉得非常的荣幸 也觉得西松是一个小儿美 然后同学 同学啦 然后师长啊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那当然啦 我们的里长在我们的当地的生根 以及对于我们这个学子的照顾 真的是不遗余力 我们非常感谢里长给我们所有的资源 还有我们对于学生的帮助跟照顾 那希望可以在跟里长的这个 互相的合作之下呢 能够把我们这个社区高中呢 这个在地的教育能够办得更好 让更优秀的学子都留在我们这个社区的高中来就读 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过来 可见的里长在当地这个办活动是有口碑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里民的参与非常非常热烈 饮食啊 各方面我想长辈好像都享用得非常开心 所以可见的我们的那个里长 办活动深入民心 在我们里里面经费非常的少 那刚好我们这边就全里都在都更 那我就利用时间跟所有的建设公司跟他们请益 然后就要他们来敦亲牧林 那将这些每年我都要求他们的十万块 每个单位十万块 我们就缴交到趋空所去 然后再来有本体的在学子地 大学国中高中都有 来颁发每年不一样那个金额的奖学金 我们大学生是五千块 高中生是三千块 国中生是两千块 但是呢有一个限定的额度 如果说入围了 那每一位奖学金最少最少 都可以拿到一千块的奖学金 跟里长发的奖状来鼓励他们 每年中秋晚会里长都会精心安排 不只要办得热闹也要办得丰盛 就是希望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日子 里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团聚在一起 记者林锡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举办踏游骨鸡祖孙一起来活动 邀请65岁以上长者和孙子女 一起走访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及新方春茶行 透过骨鸡导览及绘本故事 让祖孙们一起走入社区参与活动 增进彼此间的互动与情感 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女 来到市定三级骨鸡 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透过解说人员生动的说明 认识骨鸡的历史文化背景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举办踏游骨鸡祖孙一起来活动 邀请65岁以上长者和孙子女 走访大同区特色骨鸡 活动还安排绘本说故事 以及互动游戏 鼓励祖孙一起参与 增进彼此的互动与情感 为鼓励长者走出户外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以支持理解友善 打造师之友善环境 邀请区内古鸡庙宇 共同加入师之友善组织 提供友善的服务 这次的活动有 孔庙新方春茶行 以及新文化运动馆 活动期间也加入了代歼的活动 由老中青三代一起参与 活动的内容有说故事、绘本及手作等共同式互动 欢迎师志者、长辈们及家属放名参加 一起游大同 今天这场活动 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讲凌旺爷爷的故事 然后来增进祖孙之间的一个交流 那大家也知道 其实东路也很早以前是在我们这里的原山 其实离我们这里不是很远 那我希望透过这个故事 可以让这些长者回想他过去 可能小时候 或者是他长大一点来到动物园的回忆 那我们透过绘本的讨论 还有简单的劳作 那透过劳作可以帮助长者 帮助他的手可以灵活的运用 并且跟他的孙子一起来完成这个好玩的劳作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绘本 透过劳作来玩一场寓教育乐的一个活动 大同区古迹有着独特的文化历史和建筑艺术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透过趣味的方式 邀请祖孙童乐踏油骨鸡 阅读在地文史 一起发现大同区的在地魅力 很感谢我们健康服务中心能够有这种活动 让一些老人像现在有的可能有的年纪大的人 他们也会自己来参加 来参加做增加一些知识 还有跟小朋友的互动都是不错的 参加这个活动有没有就是有帮助到你跟孙子的互动 应应台湾高龄社会趋势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希望透过举办各种乐龄健康促进活动 鼓励长辈多多参与 丰富银法族的生活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发生在1853年的顶下交拼 是关系着蒙甲与大稻城发展的著名历史事件 170年后 蒙甲与大稻城商圈携手合作 举办2023顶下小吃拼 集结来自蒙甲和大稻城的20间在地店家 邀请国内外旅客与民众票选自己的天菜美食 一起用美食来改写历史 2023顶下小吃拼 集结来自蒙甲和大稻城的20间在地美食店家 透过票选活动 走读导览 美食地图与美食展览四大活动 带领民众认识蒙甲与大稻城 深入了解当地著名景点 丰厚历史 以及在地店家的故事 那投票的部分 我们就是希望民众可以拿到这次的老城餐桌地图之后 到大稻城还有蒙甲的店家吃之后 利用手机扫QR Code上网投票 那文化导览的部分 在10月初的周末会进行 那一样在大稻城那边还有在蒙甲这边 都会有各自的美食路线 让民众可以了解更多店家的故事跟文化的内容 然后在策展的部分呢 就会从9月22号开始到10月15号 都会在龙山文创基地的闭广场展出 那民众都是免费可以进场来参观 从淡水河沿线 北边开始就会是大稻城的城区嘛 然后经过北门之后其实万华就到了 所以其实这两个老城区一直都是观光客常常造访的地方 但他们可能就是各玩各的 就是比如说今天的目标在大稻城 或是今天的目标在万华 那我们也希望民众从一早 他们通常是从到庙里拜拜开始 那我们希望他在庙里拜拜之后 可以获取这些活动资讯之后 就可以由南一路往北吃 或是由北一路吃到南边这样子 那其实这一次的活动我们 预估光产值可以破就是60万 在短短的三周左右的时间这样子 那除了其实吃之外 很重要就是两个老城区有很多的历史建筑 古迹还有很多的文化故事 其实也是很希望大家透过除了吃之外 也可以来这边看看这边的拜拜啊 或者是说逛一逛这边的老房子啊 像万华这边还有剥皮寮啊 乡土教育中心啊 然后还有比如说青山宫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景点哦 比如说红楼啊等等 那大稻城那边也当然很多 就是在迪化街那边啊 沿平北路这边其实都有很多的场馆 或者是古这个古建筑都也很欢迎大家呢 去来走走看看 记者会现场 有四千五百个床 差不多将近一万个人 每天都会在那边住 因为都是几乎都客满的 那这些人我们希望把他拉到大稻城 把他拉到旺华来观光 这是一个非常棒 甚至用走的就可以走得到 那像从往北的话走到铁道博物馆 走到北门去 走到铁道博物馆 然后再往那个迪化街走的话是非常近 那往南走的话从贵阳街 西门院士走到贵阳街也是非常的近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行销 我也一直要要推manga的小吃 因为放眼望去全台湾的小吃 只有可能台南跟我们有的比而已 但是万华的manga的小吃是最其中 台南的小吃是分散的 那所以我们希望把万华的小吃 推成是台湾北部最重要的美食重镇 2023顶下小吃拼 邀请民众在9月23日到10月15日期间 一起来投票选出心目中的天菜美食 深入体验老城区的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水陆两栖运聚鸭子船 在国外旅游是一项热门的旅游运聚 金融市政府产发处前一阵子到日本口查 宣布今年将编列五千万元的经费 将串联金融市区与港打造海陆旅游的亮点 在日本搭乘水陆两栖运聚 缓缓进入港区下水行驶 游客在车上拿起相机猛拍照 下水这一刻惊呼连连 好刺激 除了在港区内进行观光导览之外 离开水域还可以直接开在路上行驶 这一项在国外相当热门的水陆两栖运聚 金融市政府日前特别到日本考察 宣布将引进基隆 那其实鸭子船在日本东京跟横滨 还有美国波士顿还有新加坡 这个都有成功的营运的经验 那我们这次也拜访了这个东京都下面的江东道 江东道的区政府 因为他们是在10年前就用鸭子船 来配合他们当地的一些祭典 然后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活动 来吸引一些人潮 那我们也拜访了两家营运商 还有一家的制造商 对然后总共去看了三个 目前有在营运的地点 包含这个横滨 然后东京的台厂 然后还有这个富士山的河口湖 那其实都发现其实现在在疫情后 那目前搭乘这个鸭子船的比例 其实都还蛮高的 刚刚我上述的这几个城市 包含新加坡 包含波士顿 包含东京 横滨也好 其实都是海港城市 那其实跟我们基隆都是非常的相近 对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鸭子船的时候 我们其实除了这个可以就是感受一下 这个不同的载具的 带来的这些新鲜感之外 那其实在海上也可以透过近距离的接触 这些游轮跟军舰的设施 然后让我们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 这个城市的一些景观设施 与历史的发展 政府目前规划未来购置的水陆运具 俗称鸭子船 结合中原计 锁管计等活动 成为新的亮点 相关巡视地点都还在评估 海陆两栖的这个运具 未来可能也不见得一定是用这个鸭子 或者是它上面是出现的就是Caba Caba在日文是河马的意思 那其实也会用不一样的这个呈现的方式 来呈现给我们基隆的市民朋友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运用到这个包含这个 未来看是中原计啊手管计啊 或许都可以当做一个行销 或者是一些新闻的亮点 其实这些都可以搭配我们基隆 所有的这个 祭典或者是活动一起来露出 那相信这个会带来不一样的 对于要了解基隆 对于想要观光基隆 会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感触跟想法 水路两栖运具 遍布在基隆观光景点 都受到游客的欢迎 政府初步计划向日本厂商购置 每艘约在两千多万元 未来串联基隆市区和渔港和风景区 打造海陆旅游亮点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积极引进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物流及供应链管理课程 9月26日邀请理工学院PI教父班瓦教授 来台与产业领袖分享心知 在基隆举办台湾PI实体互联网 近永续高峰会 市长谢国良齐许透过PI实体互联网 实体互联网及永续高峰会 26日在基隆登场 市长谢国良发表致辞 强调基隆将成为供应链 物流人才培育中心 这个实体互联网到底基隆 能不能够在这个产业的转型上面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当然是我所期待 可是要仰赖的 不只是学校 不只是受 更是在座各位业界大家的共同猜 所以我们的策略是很明确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单打独斗 我们期待大家今天过来 参与这个高峰会 我们非常感谢 但是就是希望 未来可以在座的各位 都可以心里有几句话 就是基隆市未来如何跟大家联结 美国乔治亚教授在演讲中 提及PI实体互联网 对于物流业代的革新和变迁 而基隆港具有世界的竞争力 相当的看好 希望基隆未来能够成为 这个供应链物流人才的培育之处 所以在短期之内 我们会跟 乔治亚州理工学院来商讨 提供给基隆的就业人口 或者是再集在基隆 但是在各个供应链物流企业工作的 这些专业人士 一些供应链物流相关的高阶课程 不管是透过 乔治亚州理工学院共同授课 来完成 那希望大家未来想到 这个供应链物流专业人才的时候 基隆市就是这方面的 一个绝佳的提供者 长期来看 我们现在正在跟 乔治亚州理工学院的学者们 研究实体物联网 就是Physical Internet 简单来说 就是供应链物流行业里面的共享经济 看能否基隆 可以在这个产业的变迁当中 站下一个关键的位置 那当然这是一个新的产业 大家都了解 Uber这个产业对于优步 对于这个过去传统计程车业的一个冲击 还有这个Airbnb 对于饭店业的冲击 那一样的这个Physical Internet 是不是对于这个物流行业 也会有相关的一些改革变迁 也是我们在密切关注的 所以短期我们提供基隆市高阶管理相关的一个知识 跟乔治亚州理工学院 长期我们来看产业的变迁当中 基隆从过去的一个国门 曾经是全世界第七大的一个商业港口 我们希望能够重拾基隆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重要性 透过实体物联网的这个技术 及知识的一个改革 乔治亚理工学院供应链在全球是顶尖的名校之一 这次受邀来台除了分享PI行资之外 金融市政府和美国SOLI国际物流协会台湾分会 将共同推动智慧物流学校落脚金融 将带领金融物流和供应链产业 迈向新的智慧城市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中秋节快到了 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的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用国台语双声道向国人献上祝福争取支持 至于外界关切的竞选总部 金融的部分已经确定11月11日成立 这也将是赖清德全国第一个成立的地方联合竞选总部 象征由台湾头出发带领国家继续向前 你好 我是赖清德 中秋年假又是家人好友团聚的时刻 我衷心祝福大家 中秋佳节平安愉快 在中秋节前夕 用鲜熟的国台语双声带向国人贺解 代表民进党参选2024总统选举的副总统 即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希望他提出的国家续航工程计划 能带给年轻人希望 也能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他是以党主席的身份 那么像我们全国所有的同胞 那么请质疑说中秋节再过两三天就到了吧 那希望说在这个中秋佳节 能够祝福也是说大家团圆的日子 那么中秋佳节能够荷家平安 事事如意 那当然我们党主席赖清德 当然也是我们总统的候选人 那么他在祝贺池当中 那么也提到说他最近有提出我们国家的希望工程 那这整个国家希望工程就是说希望说能够那么给年轻人那么减少压力 那么并且能够更加照顾一些弱势团体 然后也让我们那么台湾那么能够向前迈步 向前行 然后可以给国际上能够能见度更加的增加 此外赖清德全国第一个总统立委联合竞选总部 预计11月11号在基隆成立 地点初步确定在校二路上的原三军总议院院子 希望由台湾头起跑 带领国家继续向前行 竞选总部之前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是中央党部希望我们基隆市 因为是作为台湾头 那么在台湾头里面我们是要第一个来成立 我们赖清德及立法委员郑文婷的这一个竞选总部 那么联合竞选总部来成立 时间大概就在11月11号 那么地点将会在我们校二路 那么之前的三军总议院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会是非常的广 那么里面是非常的宽阔 大概就是说从台湾头我们基隆市 第一个来成立竞选总部 针对近日蓝白河的传言士气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苏仁和强调 赖清德竞选团队始终以一对一的竞选情况做准备 持续与各县市党籍立委参选人合作 一步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争取更多国人支持 达成2024总统胜选 国会过半的选举总目标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基隆商工航电科与资讯科 响应环境部与海科馆推动的青年绿色旅游专案计划 带领学生参与绿色旅游行程实践环保减碳的教育目标 可爱的花园蔓 还有各式水母 标本也要认识哦 从不同的面向 认识海洋生物 其实是在地最好的一个福气 那也希望从这样一个活动过程里面 那让学子们可以重新的认识环境 那让每一个环保的种子再重新萌芽 环境教育是将环境行动经验融入于学习活动中 海洋教育则是教我们怎么保护生态环境 然后在地资源利用是叫我们不要乱丢垃圾 保护地球这方面我觉得是可以提升大家人们对于环保这方面的意识 然后海洋教育的话可以保护海洋生态的环境 减少塑胶的污染 在地资源的利用的话我觉得不仅减少了环境的影响 还支持当地的经济还有生态平衡 这三个方面把我们推向更环保更勇气的未来 从航海时代特展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出发 再透过智能海洋馆沉浸式的海洋VR体验 海底世界直播近距离看海洋生物等活动 感受海洋的重要与美丽 在深度旅游的同时一起守护在地环境与地方文化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中秋节快到了 仁安基金会 基隆平安站特别举办了韩式庆中秋的活动 结合创为精密材料公司 以及达摩爱心会等善心团体 制赠了275位韩式就业包 以及应结的月饼和柚子 还有勤于两用的折叠伞 鼓励韩式振作 找到适合的工作回归社会 275位韩式济南有序排队 领取各项为他们准备好的物资 中秋节快到了 仁安基金会基隆平安站 特地在慈人里名活动中心 举办韩式庆中秋的活动 结合创为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基隆市达摩爱心会等善心团体 制赠韩式们就业包 以及应结的月饼和柚子等礼品 更特别提供勤于两用折叠伞 鼓励韩式振作 找到适合的工作 重新自立回归社会 最主要是邀请基隆的街友 单亲妈妈以及独居长辈 社会员人等韩式 一共275位到现场 参加这场活动 那我们在现场会发放 应景的物资像是月饼啊柚子啊 以及一些清洁用品牙膏牙刷 还有一件全新的衣服 让他们做更换 那今年也很特别 我们准备了这个折叠伞 那我们是希望可以帮 帮助这个韩式 可以透过这个 帮助他们找到就业的机会 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非常感谢这个 协伴单位的创回 精密材料有组备有限公司 以及达摩爱心会 来担任我们的协伴单位 以及赞助单位 许许多多的基隆市的 善事朋友 一起来赞助这场活动 那我们可以 顺利将这些 这些爱 爱心的物资 发放给有需要的 这些穷苦人 包括基隆市议员曾宜芳也 亲自到场关心韩式们的生活状况 而在仁安基金会 志工以及创为精密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人员一起帮忙下 顺利圆满完成这项活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富裕珊瑚有成 每当解说员 在解说珊瑚品种时 都会添加海猪肉 凤梨等生物的俗名 总会引起民众会心一笑 还有哪些令人惊奇的生物呢 一起来瞧瞧 这一大片有厚度 俗称叫海猪肉的 花环肉质软珊瑚 放远一看 超像巨大的杏鲍菇 软软的像杏鲍菇 它当它触手收起来 又会像一块猪肉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就称之为它为海猪肉 另外这被称为米粉的树珍叶珊瑚 粗厚的触手摇一时 就像在沸腾的锅中翻滚 看它在水波摇摆 有没有像一个米粉在那边摇来摇去 就像我们在烫米粉的时候 它虽然说是看起来软软 可是它下面还是有骨骼的结构 树珍叶珊瑚在台湾的水族市场中 是很常见的珊瑚种类 国际上的贸易量很高 算是水族界的人气王 还有海森界的漂亮宝贝 海苹果正在觅食哦 这些以食物命名的有趣生物 在解说员的解说下 变得好亲切好有趣 还有还有 来看这从鼻子到尾巴 被划上一条白线的 到底是什么鱼呢 我们一般小嘴看到呢 像泥墨或者像其他的 它都是以两条红色的柱子为主 然后这种呢 我们在分类上面 跟它属于取的名称叫做臭幼家族 有没有看到它的鼻端 一直到尾巴有白色 就像白鼻青的纹路一样 因为这里面呢 它没有海葵 所以小丑鱼呢 也会找其他的珊瑚 来做共生的一个相处 所以你看到 它们会在珊瑚里面 也做磨蹭的动作 也会照顾珊瑚 原来是粉红小丑鱼啊 潮进智能海洋馆 近期喜事连连 既海苹果产卵后 一楼潮间辅士缸 也有东方星轰宝宝 诞生咯 这是全台第一次 在人为环境下 繁殖成功的案例 烘鱼的青鱼呢 就是它的爸爸妈妈 大概养了两年多 然后开始陆陆续续的生产 一胎大概产下 一到两只左右 它算是一个小型的烘鱼 而且非常的可爱 它的成功大概在 盘近30到40公分左右 不像一般我们看到的 大理石龙那么的大 可是它就是小巧可爱 而且它烘鱼的特征呢 都有陆陆续续的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 比方说它的雌雄的外表的那个姓真 还有它著名的毒刺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呢 是公鱼 所以它呢 有个很长的交尾期 对 再来认识海底世界的丑小鸭 它小时候呢 是一圈一圈的蓝色的条纹 蓝白相间的条纹 乍看这样像大鱼的眼睛一样 这是它的保护 它等它慢慢长大的时候 黄白 然后底色是深黑色的条纹 我们常常就像它小时候 丑小鸭长大变天的 就是盖刺鱼的典型代表 所以我们就 又叫它叫做变态 它小时候的形态 跟长大不太一样 当它被你抓到的时候 它就用甩的 然后那个毒刺 它的刺就会刺到你 对 所以这是盖刺鱼的最重要的特征 为什么它叫盖刺鱼 在朝近智能馆一楼俯饰池 您来了 还可以来找找 怀上第二胎的母红鱼 记得No Touch 一起学习爱护海洋 及海洋中的生物 记者崔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9月10序中秋竞 云朗天书月清明 秋果甜饼佐清茶 良辰美景,其歡心 中家寬屏,祝您中秋節快樂